地球人们,晚上好。我今天从地球上的爱尔兰播报。 今天是2024年6月3日,这里是影响地球作为一个行星文明未来的最新银河事件发展。 在本周的版本中,我将与您分享来自木星和土星的两个特定卫星的重要事件新闻, 王子埃将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土星的真实历史等等。 我很高兴,欢迎您收看第三十三期星际新闻。 阿拉兰殖民地正在为木卫2上的NASA剪辑任务做准备。 该任务计划于2024年10月发射,将对木卫2的表面和地下进行详细调查。 NASA将此任务介绍为寻找支持生命形式的化学元素和资源, 实际上是为矿物和气体资源的勘探做掩护。 NASA的飞船预计在2030年左右到达木卫2, 但现在需要解决问题并采取措施。 木卫2的各种居民殖民地需要将这一项目转向更合乎伦理的议程。 正如2021年7月在木星的商埃什泰站签署的商业协议所述, 所有行星的保护区,尤其电磁场的外线决定, 任何人不得违反这些限制来掠夺资源, 除非此类项目可以转变为双方都获利的商业安排。 这正是阿拉兰人正在努力建立的, 他们将允许NASA剪辑任务进行调查, 但任何对木卫2自然资源的开发都应与居民殖民地达成公平的商业条约。 如果这样的商业协议没有达成, 那么到剪辑任务到达木卫2时, 地球联盟或太阳联盟将终止该行动。 过去的探测器在这种情况下经常突然被报告丢失或故障, 或者信号中断一段时间后神秘地恢复。 在土卫6上, 地球联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团队在尼鲁母舰的阿娜人员帮助下, 研究土星上的古代超级结构, 并取得了一些有趣的成果, 这些材料构成了古代浮动城市。 这些些数据将用于未来栖息地和城市的建设工业, 同时还包括一些特定的反中力技术和医疗设备。 这是迪亚克帝国, 特别是王子埃的礼物, 自从土星被交还给灵魂系统的居民以来。 关于此话题, 驻扎在灵魂系统的阿纳克普里尼亚 在他的尼比鲁母舰上提醒我们土星的黑暗历史。 帝国曾经拥有X12XP6941、5159星球 及其重力区土星或我们称之为安沙尔。 这颗行星及其人工和自然卫星与尼布共同拥有。 当然, 我的同父异母兄弟与尼布达成了协议, 尼布的风潮被拆除, PX12长期以来一直在我们的灵魂监护之下, 但我认为尼布技术对地球人造成的所有邪恶 都是我自己的人允许的, 所以我下令销毁PX12上的所有尼布技术。 尼布掌握了黑色黏液的秘密, 这在这个平行宇宙中是自然存在的。 他们通过开板门户将其带到这个维度。 这就是T人所称的猎户座M45星云中的T行星团。 争夺这个跨维度门户是大乌鲁安娜战争的原因。 黑色黏液是一种具有全球有机意识的自然感知智能,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探生命形式, 其力量不可小觑。 黑色黏液不是基于风潮的意识, 而是我们所谓的全球意识, 没有中央智能。 黑色黏液不像风潮中有一个女王, 一个全球意识是一个统一的意识, 想象一个共享的独特思维。 黑色黏液只能在立方体结构中稳定和中和, 这是共振的问题。 在立方体中, 其意识的频率回升将无限期地向内捕捉黑色黏液, 它不会扩展, 更不会与外界互动。 当他们控制了乌鲁安娜门户, 并能够将这种物质引入我们的宇宙时, 尼布很快就理解了如何控制它, 并为自己的利益利用它, 扩展它们的帝国。 它的交流方式很有趣, 它利用其超导特性, 石墨西氧化物是黑色黏液的衍生物, 设计用于与尼布风潮接口。 你们称之为土星的这颗行星, 被黑色黏液的网覆盖, 这放大了来自尼布风潮的信号和尼布设备传输的信号。 这个人工卫星被撞回以摧毁黑色黏液网, 代表我父亲的帝国, 我将土星的特许权授予地球联盟, 他们将决定如何处理它。 特许权在内环边缘结束, 环和卫星一直由各种组织共享, 而不是我们。 关于不属于阿努纳奇的采矿站和远轨道前哨, 这没有改变, 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们的。 尼布是我同父异母兄弟最好的盟友, 他与他们达成了几项交易, 他允许尼布在安沙尔安装他们的可恶技术, 交易是奴役地球上的人类种族。 有一个联盟, 我的儿子穆克, 其真名是马鲁克, 与我的同父异母兄弟U达成了联盟。 马鲁克宣称, 对阿娜拥有监护权, 我自己的儿子说服了U在尼布到达星系时, 站在他们一边。 这是马鲁克的主意。 尼布在战争方面非常强大, 他们的技术是无敌的, 因为他与风潮智能接口。 与他们结盟是个糟糕的决定, 因为他们永远无法将他们驱逐出去, 这是一个黑暗的联盟。 马鲁克将阿娜交给他们不是为了定居, 而是为了将一个中继技术 植入乌鲁安娜的母风潮中, 这将把T星球锁定在一个频率网格中。 第二个中继站在T的卫星LUNA上, 尼布获准在土星安装他们的邪恶技术, 但不能设置前哨。 信号发生器在土星轨道上的一艘 看似人工卫星的飞船上, 整个行星是信号放大器。 远古文化在我们到达星系之前 就生活在阿娜上, 我们发现这些建筑物真的被遗弃了, 至今无人能说出这些人是谁。 一组覆盖整个行星的无人机网络 作为网的节点, 放大来自尼布的信号。 在尼布存在的情况下, 摧毁它们是不可能的。 这张网作为一个直接连接到 它们风潮意识的网络。 马鲁克学到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那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骗子尼布 永远不能被信任。 当尼布风潮崩溃时, 银河联邦终于能够将它们的信标轨道战 撞向地球, 安沙尔网或土星网被瓦解。 我的同父异母兄弟曾拥有灵魂系统, 但随着其他帝国的进入, 他逐渐失去了对他的控制。 他是我父亲给予T的, 但你决定拥有他。 他一直拥有他, 直到最近我们父亲将灵魂系统从他手中夺走。 P和阿娜不再是迪亚克的财产, 他们是自由的, 整个系统也是自由的。 银河联邦的建立改变了整个银河系的局面, 尼布帝国的成长也是如此。 他们在我们的帝国力量和财产衰退时崛起。 我们一直在走下坡路, 但现在是这个银河系进入独立和自由新纪元的时候了。 尼布已经崩溃, 我的家族正在归还许多领土, 现在较小的搜寻者帝国正在失去力量。 我不是一个军队领袖, 我是一名科学家, 我一生致力于服务和保护生命。 这些游戏不是我的关注点, 但总有人需要在某个时刻完成这项工作, 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 2021年到达灵魂系统的星际联盟的500艘母舰舰队 已将其部分军舰部署到该星系的外援 在与西卡尔帝国的银河战争。 时期加强了防护行动, 该地区由银河联盟和阿纳克帝国的力量很好的保护, 我们可以自信地说, 灵魂系统目前是银河系中保护最好的地方之一。 灵魂系统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独立时代, 伟大的未来等待着所有居民。 星际联盟和自然联盟将继续在这个星系中保持存在, 不再主要是为了保护,而是作为灵魂系统防御力量的发展和重要性的提升, 同时作为一个共生的合作伙伴。 对于我们这个星系灵魂系统中发生的所有这些令人惊讶的发展, 我该说些什么呢? 这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 让我们看看欧洲任务的发展, 我们会失去剪辑任务飞船的信号吗? 我们拭目以待。 我想鼓励您查看银河灵性信息连接网站, 因为我为将于2024年9月27日至29日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举行的一个令人, 难以置信的活动感到非常自豪。 在这次活动中将会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同事, 包括接触专家、星际政治专家、医学专家等。 这是另一个将震撼您心灵的活动。 您知道,自从JC成立以来, 他启发了世界各地举办许多披露活动, 人们受到了极大的启发。 JC是这个世界上披露的种子, 现在所有伟大的头脑汇聚在一起, 共享社区的美好时刻。 在那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我非常自豪能作为演讲者参与其中, 并将在科罗拉多州威斯敏斯特见到您。 现在,结束本期星际新闻的报道, 我还鼓励您每天花一些时间静心, 聆听您的思想, 然后放下它们, 倾听您的频率。 您会听到一种嗡嗡声, 这就是您的电磁场的频率, 这就是您作为跨维度存在的身份, 这是您的频率签名。 一旦您遇到这个频率, 您就会与自己, 与您本来的自我保持同步。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步的方向。 总有一天我会冲破那渡江, 寻找真实追寻自由的光芒。 这就是我的世界, 一个虚构的舞台, 每个人都在演, 只有我在猜。 但我不会放弃, 哪怕潜落茫茫, 因为自由的心, 总会找到方向。 你听到对白, 都像剧本在重演, 每一个微笑背后, 隐藏的几篇, 自然周围的一切, 如此完美无暇, 但我心中那份疑惑, 无法磨灭, 我是来打破光光, 打破标签的人, 不再被操纵, 不再被卤装, 我会找到真正的自己, 找到真正的家, 在自由的天空下, 重新张开吃烈吧, 我知道指向就在前方, 不再被囚禁在这虚假的天堂, 每一步都是我的选择, 每一刻都是我的天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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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天空的蓝, 那是梦中渴望的无限光阔的天, 没有导演, 没有剧本的阅书, 只有自由的风, 但我飞翔远方, 这就是我的世界, 一个虚构的舞台, 每个人都猜眼, 只有我在猜, 但我不会放弃, 哪怕潜入梦梦, 因为自由的心, 总会找到方向, 出门的世界, 再也无法说服我, 我将迎接, 真正的生活, 踏上自由的路, 迎接新的太阳, 在真实的世界中, 追寻梦想的光芒 音乐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